投递不舒服 我看到那个天上有个亮点 有个亮点 不知道是卫星呢 有个亮点 不知道卫星呢 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一个折旋机呢 反正有个好像卫星 折旋机 还有炮弹 卫星折扇机炮弹 卫星折扇机炮弹 这个好像在人类被称为 上个世纪的伟大发明 他认为三个世纪技术进步了 实际上进步的主要在哪里? 进步在杀人 后来残杀的力量加强了 所以现在外星人正在讨论这个事 外星人正在讨论对地球的援助限于哪里? 一个就是把生态环境给它改善 把我们地球的生态环境改善 另外一个慢慢引领到 引领到文明的轨道上 但是不能给他们很先进的技术 因为地球人一拿到技术以后 就又要杀人去了 所以整个星期外都很罕见的事 所以很罕见的事 正在讨论 我看到我爸爸 看到我爸爸 对 他说是这样 说地球人 人过得清贫一点的时刻 人靠有好多经历就想着 怎样让自己生活得更好 为自己的生活而满落 一旦人崩布了一刻 人家就想 钱花不完了 要都卖了进去了 然后就有了这个资本以后 就在对别人搞上威胁 比如说要么资本扩张 要么地帐扩张 最后战争就爆发了 我妈妈也说 是 就是这个状况 他们小时刻 原来 最年纪小的时刻 好像生活还安静一点 越半个好像技术是发达了 越是搞得人不得安宁 恐惊 虽然后来是物质条件更好了 但是人的自由就 没有说因为物质条件好了以后 能有更多的进步 所以这些人就落实了 对 下次 然后对我父母说 下次那个雕像 送下去的时候 送下去的时候 他们也趁着非得一起过来 再看看 看看每个雕像的事情 我父母好啊 说好啊 真正规划这个事情 好 行了 很高兴 知道了 好 这样我父母会再来地球看下去 看下去 然后会跟着他们再回去 知道了 好 知道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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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